听说现在老美玩的美人霸权 咱朱格亮早在三国时候就玩过了 真的假的 真的呀 朱格亮通过建立货币霸权就打货币战 先是推出一种新的货币叫直百钱 当时蜀国就有一种堪比黄金的玩儿叫蜀锦 人都想要公认的硬通货 毕竟蜀锦是刚需 但蜀锦只有我蜀国有 你们想买我们蜀锦必须用直百钱 最后我为两国只能眼睛能看着直百钱可能流通 朱格亮呢 要在家印钱就能买你们的粮食武器 你就像早期的美元跟黄金保定一样 首先直百钱不是朱格亮发明的 而是刘八 直百钱在三国志里只有一处记载 我们来看一下刘八传 三国志属书 翻开刘八传 初攻刘章 当初攻击刘章的时候 被与世仲约 刘备和将士们约定 若是定 府库百物 孤无欲言 如果事情搞定了 刘章府库里的东西 你们随便拿 我是不会干预的 吉巴成都 等到攻下成都的时候 势众皆舍干戈 将士们都扔掉了武器 附住藏进取宝物 都去刘章府库里取宝物 军用不足 被胜优之 军用物资不足 刘备非常担忧 八约 刘八说 易啊 这个很容易 但当住直百钱 我们可以铸造一种叫直百钱的钱 一个钱 值一百个钱 平住物甲 平定物价 定立为官式 命令官吏 打造官式 被从之 刘备清从了 数月之间 几个月之间 府库充实 这个史料 其实也解释了 刘备哪来的钱 分赏官员 我记得分赏 在张飞传里 张飞传 一周既定 次 诸葛亮 法阵 张飞 及官宇 金各五百金 银千金 钱五千万 锦 千匹 其余班次 各有差 这逻辑就通了 刘备没有获得刘张的府库 然后创造了直百钱 府库充实了 然后赏赐诸葛亮 法阵 官与张飞 每人金五百金 银一千金 钱五千万 这个钱可能就是直百钱 锦千匹 这个锦可能是赎锦 其他人赏赐各有差异 有人说了 就算刘备获得了直百钱 那他是怎么获得金银的呢 这个仙主传有记载 刘备传 张出祥 刘章出来投降 蜀中 英胜分乐 蜀中英时 物质丰富 百姓安乐 先祖 制酒 大享士族 先祖 刘备 设置酒宴 大家犒劳将士们 与蜀城中 金银 分赏将士 还起古博 把蜀城人手里的金银 赏赐给将士们 还给他们 粮食和布博 这个我的理解是 刘备创造了直百钱 设置了官士 在官士里用直百钱 买百姓手里的粮食 布博等物资 然后再用这些物资 换取蜀城人手中的金银 再把金银分赏给部下 所以赏赐诸葛亮法政 刘备张飞的金银 是这么来的 赏他们钱 是自己铸造的直百钱 赏他们的锦 是用直百钱 在官士里买来的布博 有人说了 这怎么感觉蜀中人好像吃亏了呢 这都算好的了 咱们看赵云传里 裴松之的注 赵云传 云别传约 一周既定 十亿欲以成都中 乌舍及 城外原地桑田 分次助将 幸亏赵云极力反对 刘备就放弃了 不过后来 分赏将领时 就没有赵云的名字 所以我们拼在一起看一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刘备承诺将士们来分 刘章的府库 导致刘备亏了 那需要分赏部下呀 刘备没有获得刘章的府库 拿啥分呀 就提出要把成都人的房子和地分掉 赵云反对 刘备放弃了这个方案 听刘巴的弄了直百钱 用直百钱买百姓的物资 刘备的府库充实了 再用部分资源换金银 当奖金发出去 所以直百钱对于刘备来说 既解决了充实府库的问题 又解决了分赏问题 这是我对直百钱的理解 直百钱在三国治理 只有一处记载 至于开头视频说的 直百钱可以让诸葛亮 赢得货币战争 有懂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里讨论